据香港中平社报道 针对今年两岸关系情势变化 一手大学财务金融管理学系副教授 高雄市两岸和平发展促进协会理事长 台湾工党第三届主席燕阳青 接受中平社访问表示 蔡一文虽然胜选 但大陆对台政策不会改变 而且面临可能加快解决台湾问题 采取手段就是先以经济外交方式 台湾经济对大陆市场依赖程度高 这点必须担心 另外大陆也可能趁美国大选机会积极谈判 也要担忧是否台湾变成被交易的筹码 燕阳青表示 蔡一文在大选期间操作恐惧感 才获得817万票 但台湾大选结果如此 大陆方面会怎样看待这件事呢 毕竟大陆有14亿人口 台湾只有2300万人口 比例十分悬殊 所以大陆在未来对台方向 她个人觉得 现在最快的方法 应该就是从经济方面来处理这个问题 燕阳青表示 过去几年大陆已经看清楚蔡英文的立场与路线 基本上已经没有政府和政府的对话 但是民间的交流 大陆可能还是会继续推动 毕竟要争取民心 增加心灵气和 燕阳青指出 台湾经济很大的部分 还是依靠大陆市场 也包括研发 企业经营等等 不管如何 台湾是牢牢被抓住的 这是应该要担心的事 所以会是采取经济制裁吗 燕阳青表示 经济方面是比较可能的手段 或者说和美国来谈判 因为美国现在也要开始大选了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是完完全全的生意人 所以在桌上能不能谈判 把台湾当成交易筹码交易掉 这个大家也不知道 但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提供 的